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能得到一个有趣的奖励 还等什么 开始吧 第一关 量词我会选 请大家先来读一读 同学们 刚才你们在读的时候 有什么发现吗 哦 你发现了 它们前面的字都是一 你的眼睛可真亮 还有什么发现吗 哦 后面的都是表示事物的词 没错 那中间的这些词呢 对了 它们都是量词 下面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 我来问 你来答 好吗 一什么车 一什么马 一什么书 一什么铅笔 一什么树 一什么飞机 真不错 同学们都答得非常好 不同的事物搭配的量词 是不一样的 在我们的生活中 还有很多的数量词呢 这不 夏天要到了 这些事物 大家都很熟悉吧 先来读一读 冰棍 西瓜 绿豆汤 凉开水 扇子 花露水 萤火虫 现在我们就要进行量词搭配大闯关了 你能给它们选择合适的量词进行搭配吗 把对应的序号写在括号里 同学们可以把序号写在自己的本子上 开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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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对了 一把扇子选第一个 同学们真不错 来 一起读一读 同学们 你都做对了吗 恭喜你 闯关成功 一起来看看通过第一关的奖励是什么 哦 一段轻松活泼的手指操 现在就请同学们活动活动手指 看看视频里出现了哪些数量词 欢乐指尖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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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剪刀一块石头我是小白兔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一把剪刀石头布 一把剪刀石头布 一把剪刀一块布 抓住小白兔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一把剪刀石头布 一把剪刀石头布 一把剪刀一块石头我是小白兔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一把剪刀两把剪刀青青小白兔 剪刀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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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剪刀一块布 抓住小白兔 剪刀石头布 剪刀石头布 一块布 两块布 我是章鱼不是兔 手指操做完了 下面我们进入第二关 句子我会写 你们听是什么声音 哦 森林学校上课了 今天猫头鹰老师给小动物们布置了一道题目 用一句话说一说这幅图的内容 谁说的最具体就能获得一朵由猫头鹰老师奖励的分林之花 小动物们开心急了 纷纷跑来迎接挑战 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说的 小羊首先发言 小白兔割草 小猴子接着说 小白兔在山坡上割草 小鹿仔细地看了看图 想了想 说小白兔弯着腰在山坡上割草 请同学们认真读一读他们三个说的话 看看谁说的更清楚更具体呢 你觉得谁说的更清楚更具体呢 不 小鹿 为什么呀 我们来对比一下他们三个说的话 小羊说 小白兔在山坡上割草 这句话说了 谁 在哪里 干什么 小鹿说 小白兔弯着腰在山坡上割草 这句话说了 谁 怎么样的 在哪里 干什么 所以小鹿说的更具体 他获得了猫头鹰老师奖励的森林之花 同学们 你们想不想要森林之花 好 猫头鹰老师也给你们准备了一道题 请同学们照样子写句子 开始吧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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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你们写好了吗 我们来看看小明同学做的怎么样 一起来读一读他写的句子 小鸡 他写清楚了谁在哪里干什么 除了在草地上还可以在哪里呢 小鸡 小鸡 写清楚谁在哪里干什么呢 写清楚了 小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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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特别高兴得太早 接下来第三关 标点我会填 大家看 这几个标点符号 你们都认识吗 来叫一叫他们的名字 现在我们开始闯关 请同学们多读几遍这个句子 看看这句话应该填什么标点符号呢 同学们你们做好了吗 为了突出花的美 这句话我想这样读 公园里的花真美啊 你看 这里有感叹词啊 还有真 这是一个感叹句 所以这里应该用感叹号 来一起读一读 读出感叹的语气 公园里的花真美啊 同学们 你们做对了吗 真不错 像这种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叹 都应该用感叹号 你还能再说一句吗 哦 外婆烧的菜真香啊 这也是感叹句 要用感叹号 好 同学们继续接招 请同学们多读几遍这个句子 看看这句话应该填什么标点符号 同学们 你们做好了吗 这句话 你们是不是经常听爸爸妈妈说 你怎么天天掉东西呢 这是一个问句 所以应该用问号 来 请同学们读一读 读出问的语气 同学们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真厉害 平时我们在问别人问题的时候 就要用问号 你的爸爸妈妈一定经常问你一句话 你的作业完成了吗 这就是一个问句 接下来看第三题 这个句子要填两个标点符号 请同学们多读几遍 看看应该填什么标点符号呢 同学们 你们做好了吗 这句话应该填什么标点符号呢 哦 句子没说完 中间当然应该用逗号了 我们应该保护小动物 因为动物是我们的朋友 这是一个陈述句 句子说完了 莫为用句号 来 一起读一读 同学们 你做对了吗 恭喜你 闯关成功 一起来看 通过第三关的奖励 是什么 哦 一段有趣的动画 请同学们 仔细看看 动画中 出现了 哪些标点符号呢 观众已经灵未 став了 好玩的动画看完了 接下来第四关 天气我知道 同学们 我们在第六单元要下雨了这一刻中 知道了燕子低飞 鱼儿出水 蚂蚁搬家 都是要下雨的征兆 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时间的经验总结 通过自然现象就可以判断天气情况 同学们 这些气象燕雨 你是不是很熟悉 先来读一读 同学们读得真流利 那你们能不能把这些气象燕雨背出来呢 请同学们闭上眼睛背一背 开始吧 为了检验大家背的怎么样 老师来说前半句 你来答后半句 准备好了吗 一起来 下一句 对了 晚霞行千里 有雨山带帽 没错 无雨半山腰 早晨下雨 上日晴 对 晚上下雨 到天明 蚂蚁搬家 蛇过道 没错 大雨不久 要来到 同学们 真不错 现在 他们的顺序被打乱了 你能连一连吗 我们一起来 朝霞不出门 连哪一句 对了 晚霞行千里 有雨山带帽 连哪里 没错 无雨半山腰 早晨下雨 上日晴 对 晚上下雨 到天明 蚂蚁搬家 蛇过道 大雨不久 要来到 接下来 老师要来考一考大家 看到这些现象 说明可能 一 要下雨了 二 是大晴天 请同学们 想一想 同学们 选好了吗 正确答案 是哪一个 哦 要下雨了 为什么呀 没错 蚂蚁搬家 蛇过道 大雨不久 要来到 恭喜你 做对了 再看 傍晚 红霞满天 说明第二天 可能是 雨天 晴天 请同学们 想一想 同学们 选好了吗 正确答案 是哪一个 不 晴天 为什么呀 没错 朝霞不出门 晚霞行千里 恭喜你 闯关成功 一起来看看 通过第四关的奖励 是什么 一首好听的天气歌 一起来听一听 天气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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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堂课我们上到这里 同学们再见